各位网友各位同胞 大家好欢迎来到民族阵线栏目 我是老兵来 那么这一期我和大家来谈一谈 这个习近平的西藏政策 以及中印两国防长 这个谈了些什么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印度的军方和印度政府 尤其是他的代表人物 就是防长和外长的 这个看起来该闹内讧这件事情 给大家来说一说 分析分析 好吧 说之前有很多 因为近期粉丝来了比较多 有很多是新的 不太了解我 我也不是跟别人解释什么 就是给大家招呼 说什么 他说你不是武警吗 你怎么冒充解放军 首先一个 我穿这个衣服 你有些人 我不说你也不知道 是解放军的衣服 这是第一 第二 我也没有去冒充什么解放军 本身中国人民解放军 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统称为中国军人 这个概念你要搞清楚 好吧 我给你讲清楚 这个叫做07市夏季做训服 还是属于是中国陆军南京军区的 也就属于东部战区的衣服 那其实呢 我呢 因为是什么 我十年前就已经退伍了 知道吧 当时呢 我们这个很多衣服呢 我当时呢 军装穿烦了 我也没要 已经都绞上去了 按照中国的法律来讲 这个衣服是要收上去的 那么你流通出来也没关系 像这个衣服 如果我要新 现在好像叫衣武式做训服 如果要新的话 那可能是要打申请的 那这个呢 我从 是我的另外一个搭档 我们环球 环球机密栏目组的另外一个搭档呢 从一个连长车上扒下来的 当然这个没关系 我们不可以挂 这个军衔 这种东西是不可以挂的 OK 就一个迷彩服嘛 当然我自己认为 只有两款迷彩服是最好看的 一个就是我们以前武警 07市的冬季做训服 不是这种数码迷彩 是那种条纹的 带那个条纹的 我觉得那个是最好看的 还有一个就是法国的F2的 那个法外的那个军装 我觉得挺好看的 但法外军装我是不会来穿的 因为以前嘛 我就说了这个人家还说我 说我是什么汉奸什么的 等会我穿这个衣服 有些人要大做文章 所以说我不会去上这种轨档 只要自己知道就好了 那9月底呢 我呢会叫法外的一个 上海的老乡 来给大家做一起来做节目 讲这些武器装备啊 战场上的这些事情 怎么打仗啊 怎么武器装备 战场心理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 我们说的是活的军事 不是死的那种 搞文质的那种 我不说那个东西 而且是军事 OK 好就解释到这里 那这个习近平的西藏政策呢 可以这样说的 其实我跟大家讲 习近平呢 他是一比较多元思想 比较开放的一个领导人 这个一点不是说他好像巩固权力 或者说修改国家主席任机制 就是什么独裁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你要知道他的整个人生的发 这个这个经历啊 首先他长期在东南经济发达地区主政 在这个地方主政的林 这个当省委书记的时候 他不可能他的思想是僵化的 如果是僵化的话 浙江前几年 他在浙江当省委书记的时候 就是02年到07年之间 正是中国这个互联网 高速发达的时候 如果说没有他在浙江的 这个支持这个政策 怎么可能会发展这么快 对不对 在福建那时候当的时候 也跟这个台湾的这个贸易来往 包括投资这一块的 外资台商这一块 见的也非常多 再加上他又在梁家河吃过苦 然后再加上在河北镇定县 在县级这一层 也知道中国县级这一层领导人的 不 这个人民的这种诉求 又在上海短暂当过这个市委书记 了解了一下大城市的这个管理 最后又到国家当了这个储君嘛 是吧 国家副主席 后来当国家主席 整个的这个这个从政生涯是比较丰富的 所以说他为什么他上任会和这个马英九 跟台湾的会去见面 他其实当时在14年访问印度的时候 也跟这个达赖 就是他们要提出来见面 他也同意跟达赖一起见面 谈一下西藏事物 那么由于在印度比较对这个事情比较敏感 印度实际上受留达赖 就是本身1959年这个事情就是印度在背后 挑唆这个这个事情啊 他就阻挠了这个习近平跟达赖的这个见面会谈 因为大家要知道任何的冲突 任何的分歧 你不管用任何的方式 军事手段也好 什么样的手段也好 最终还是要当事双方坐下来谈的 这个才是主席 就好像印度现在 你跟中国玩这个国际地缘政治 对吧 你是跟中国是当事国 只有你跟中国坐下来谈 而不是说拉美国来对中国施加压力 但中国不怕这一套 反而会把你自己印度给耗死 那么习近平呢 在这个开西藏工作座谈会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会呢 会每五年到十年 中共会开一次 这个西藏事物的 然后具体怎么样的一种西藏一种方针 我觉得呢 这个呢 它是一种传统 它必须要开的 那么达赖呢 为什么想跟中国接触呢 实际上 他已经知道了 你这一种 一直自己岁数大了 在自己有生之年 他看不到 这个可以分裂 把西藏给分裂出去了 他呢就要玩什么呢 玩所谓的高度自治 高度自治 其实上就是一种暗读 其实中国也不会答应的 但是我可以跟你接触 我可以知道你的想法 所以说我觉得习近平 他是非常的这个 有智慧的这个领导人 那有的 那之前有些傻逼说 哎呀你翻墙出来了 还那个支持习近平的 我跟你讲 我不说翻墙不翻墙 我跟你讲 我就算以前在欧洲 我也看这个YouTube 不要以为YouTube 翻个YouTube 国际互联网 是很高贵的一个东西 你可以支持你的特朗普 你可以支持你的蔡英文 我也可以支持习近平 就这么简单 这个叫做政治立场和宗教 比如还有一种叫宗教信仰 我们不在功课场合 谈论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在上面可以讨论 我是习近平 那是我的事情 OK 那你攻击我 我也会攻击你 支持蔡英文 支持特朗普 我也会攻击你 就这么简单 对吧 那其实呢 我习近平跟达赖谈一下 我觉得也有必要 对吧 是朋友要接近 是敌人更要接近 但问题是 中国始终对西藏 都是非常好的 我是知道 我是相当清楚的 对西藏那个财政 都是靠中央财政能补贴的 我之前已经讲了 他的男的 很多小年轻 他就是在那边京 他不是在那搞生产 你说西藏怎么搞呢 对吧 印度实际上 一直以来想要 利用这个达赖职报 你看这一次 他用这些藏族兵 上来冲到前线 什么 这个雪山 这个狮子旗 对吧 这不就是要藏族吗 在干涉中国内政 但是印度你要搞清楚 你支持这种藏族分子 对中国来讲 根本没什么用 中国共产党这种 网格化管理 对这种维稳手段 对你这个藏族分子 那那那小菜一点点 小菜一点 反而是中国如果去干涉 印度的内政的话 那印度会死翘翘 死得非常快 死得会很快的 印度国内有印度教 有西克翘 有穆斯林 有佛教徒 对吧 还有藏传佛教徒 还有基督徒 天主教徒 都有 对吧 人种都有很多种人种 民族有几百个民族 细分的话 印度那边民族特别多 所以说中国要去干涉 印度能力 那印度就死翘翘 而且中国的官媒 已经放话了 希望印度 抓住这一次 防长外长的 谈判的这个机会 来 就是让这个军人 脱离接触 这样的话 才会当务之急 是搞内政 大家都是要搞内政 对吧 抓住机会 否则的话 中国新华社也说了 那印度就是不堪一击的 对吧 那我客观的来讲 中印关系呢 确实不应该走到这样 但责任方 印度要搞清楚 完全是印度挑起的 这个没错 这也是 这一次在莫斯科会谈上面 傅卫凤和跟辛格谈了 两小时二十分钟 所主动强调的 你首先你印度 你要跟我承认你 他妈 这次是你错了 那我可以才有谈的必要 如果你不认为你错了的话 那就没有谈的必要 所以魏凤和 我说魏凤和是非常强硬的一个军人 他之前对台湾的也放了那个狠话 我觉得这个国防部长是很强硬 他也是这个鹰派 中国的鹰派 我觉得魏凤和 因为现在中国军方是鹰派拔制的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 就是应该这样 我们不是说鸽派就不好 而是说这个套路要轮番上阵 对吧 鸽派干了十来年 鹰派再干了十来年 就是这样的 如果说现在国际形势比较紧 那我们就鹰派上 对吧 我觉得这个就比较好了 但是我个人认为 我们这些将军们 就是要鹰派一直长期把持着 我说这样才会好 而且呢 印度呢 我又要提到一个 就说 提之前我在说完 这个习近平这个西藏政策 西藏这个政策呢 我觉得这样搞下去呢 是正确的 国家这样搞是正确的 首先呢 你这个西藏的民族主义呢 就是来自于这个藏传佛教的 就是里面夹带私货的那种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当然 对吧 是OK的 对吧 我也像有些人 李廉洁还跑回去信 搞得好像跟你信大神佛的 好像与众不同一样的 对吧 但是我也没有见一个官内的人 去他们信大神佛教 信藏传佛教 跟他们藏族人一样的 在那里跪拜 因为大神佛教就这样弄一下 对吧 像有些人装逼 他就很像这样 是吧 但我看也没几个 你本身从下飞机那一刻 就跪到那个大招四去 我看也没人这样做到 所以我说有些人 他就是假惺惺 那么 首先一个 你要让这个什么 要有这个国家的概念 五星红旗升起来 对吧 你这个叫做什么 加强这个共产党的领导 这个是对的 而且这样的话 边境局局势呢 才可以控制 所以说习近平呢 对解决民族事务 跟宗教事务呢 他是有这个信心的 我也认为确实是这样 对吧 你比如说 之前说的拆这些基督教堂 进入清真寺 首先 你 没有执照 你建 确实是 对吧 这个属于违章大件 是要拆掉 对吧 那当然 现在的 这个基督教 在中国 绝大多数 我觉得还是正常的那种在信 但有部分已经开始走那种极端主义的那种信了 这个呢 我在这边也不多说 但是呢 类似于香港跟台湾的那种教会里面那种 西方的那种势力渗透呢 现在在中国这边也有这个情况 所以说必须要控制这一些 否则的话 像出事情 而且他在西藏事务上面 在讨论西藏事务上面的时候 习近平召开西藏事务的时候 表扬了陈全国 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 陈全国主政西藏 新疆确实没有发生这个爆股事件 我觉得这个是个书记就是能干 这就叫能力 对吧 所以说因为他让美国没有机会来颠覆 利用这些少数这个民族的这个地区来搞破坏 而恨他才制裁他 美国制裁谁就说明他干的是到位的 那么 在这个期间 习近平开会期间 印度这样搞 再把藏都给拿出来 推在前面 实际上就在干涉中国内政 那么至于他这个防长跟这个外长口径不一致的原因是什么 这会叫不是他在搞内讧 而是这属于在创商皇 创双皇 也就是说把军事的压力演变为政治压力 给你中国来谈 而不是说有些网友真的认为他们内讧了 不是这个意思 往往这种就叫做双皇 就像这个捷克一样的也叫双皇 对吧 我跟我总统我不去台湾 但是我派议长去台湾 就是给你的讨价还价 包括印度也是 他 所以我说了 我之前跟大家讲 印度的这种所谓的策略 就是进攻性的策略 就是说侵占你的领土 再和你来讨价还价 这一次他又展现了他几十年来的这种套路 就是这个套路 这次他认为 我占领什么这个山坡了 我就牛逼了 我现在好像我占优势了 我现在来跟你来谈判 印度他就是这个套路 但是他要搞清楚 中国新华社也讲了 你印度这种属于是小打小闹 这个属于是下三滥 对吧 不要以为占了一个山坡 就可以逼中国什么 按照你的这个思维来走 这显然是印度的这个小三滥 小二九九 太多了 而且这样的话 其实像这种 达赖他们这种 就是一辈子就是一事无成 一事无成 还寄人篱下 对吧 我也看到了那些印度 那些平日里面镇压他们的 监视他们的 对他们残暴的这些印度士兵 从前线回来 这些被他们欺压的这些藏人 流亡藏人 还给他们献哈达 这多么是讽刺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这些人 他就看了你中国对他们太好了 他就想要有想法了 你天天这样压他 真正的高压统治他 他倒老实的 所以这些人 乌合之重 这些人 简直就是 这个国家的败类 乌合之重 不足挂齿 好吧 这就就到这里 我是老笔赖尔 感谢各位收听收看 喜欢的 点赞订阅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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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